一年一度的書展在7月15日至21日舉行 基督教方將會有意想不到的新搞作 如果不想錯過精彩的內容 記得留意以下的書展攻略 書展是一年一度的盛事 每年都會吸引數以十萬屆的市民入場參觀 而今年的主題就是 從香港閱讀世界一讀鍾情 圍於三樓3G展覽廳的基督教方 今年就集合了18間參展機構 一共展出60個攤位 書展的第一天 基督教方以詩歌揭開序幕 今年的基督教方有甚麼新搞作呢 立即帶大家走一轉 一進到基督教方 最顯眼的就是這個立體山洞 是仿照全球最古老聖經 死海古卷的發現地點 以色列困難古洞而搭造出來的場景 洞裡是給大家體驗用幾部攝錄機 同步拍攝而成的360度立體影像 只要戴著特製的眼鏡 移動視線 就可以看到你周圍360度的實景影片 好像置身在昆蘭古洞 以及以色列的其他地方 在看著某個影片的時候 它就可以真的像實物一樣 真的像3D型一樣 只不過就不像傳統那種 紅色和藍色的那種東西 但是這個已經投入了整件事入面 都挺立體的 那個都OK的 看起來都 人好像在面對面 好像… 這麼新鮮的超感官聖地體驗 你一定要去試試 趁著書展 很多熱門的電視節目 或者電影都會推出產品 好像是最新的福音電影 解答信仰而蘭的節目 還有音樂CD 自己看或者送給人 都是不錯的選擇 真有限 愛無限 Love, 客席, 安, 子蘭 好啊 要將一個電視節目的精神 傳遞給社會大眾 書展也是一個好時機 好像這群不同背景的基督徒 就來到書展 為一個新節目做奉獻禮之餘 更加向社會推動一種 傳愛的精神 很多人為何這麼開心呢 或者這麼絕望呢 都是因為他們缺乏愛 無論你朋友也好 父母的愛 或者你是工作上夥伴的關係 都是一個愛來的 能夠將有限的生命 將愛傳到無限 我覺得這是很值得的 所以我很希望在這個人樂這麼多的地方 可以將這個經歷 將神給我的一些恩典 我跟大家分享 讓人知道 我們之間 人和人之間有愛 但是我們的愛的來源 就是來自我們的上帝 希望大家真的能夠用愛 來傳遞 用生命 能夠給予此祝福 基督教坊有西廣場 已經是第三年之立 一年七日 每個小時候 都會有不同嘉賓來主持文化活動 總共超過六十場 總有一個適合你心水 我們就為大家精選了幾場活動 其中一位港元 長燒勵志書籍作家 蔣慧如 今年都有推出新書 他希望可以為更多人打一打氣 我深信 其實這個世界是充滿信、忘和愛的 只要你想通了 你一定可以有更好的人生下半場 每年書展都會有新書發售 今年就有一系列 緊貼社會時事的書籍 例如是有關佔領運動 同性戀運動 還有經濟課題等等 讓大家從信仰角度 思考社會實況 另外 適經、靈修、婚姻、親子 和個人成長方面 亦都有新書推出 看完這麼多攻略 是否發覺傳福音真的很多元化 基督教文化真是很精彩呢 把握時間 又為親朋好友 一齊來基督教坊逛一逛 都是一個打開福音話題的好機會